今天在秦朝第11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 刘邦他是龙的传人 其实这就跟陈胜吴广搞的胡鸣虞书是一样的 但是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些领导人都要透过这些神怪来增添自己的身份呢 没办法 因为刘邦是平民 他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也没有高深的学问 那不过 这些东西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有没有想过 要是有一天这些我们用来判断领导人的标准 被人家偷偷动过手脚 或是改变了他的标准 那我们要如何辨别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东西 以及这个人他真正的价值呢 历史刻画者人性 了解历史 或许我们就能用不同的观点去判断事情 您说是吧 想了解完整版的故事内容 欢迎到我的爱故事频道去看哦